小萱 你去接软软怎么去了这么久 那 有人欺负软软 我把他打跑了 发生什么事了 宁轩将方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听得寒里雪眉头紧皱 软软 那个王蓉蓉经常欺负你吗 软软摇摇头得意的笑头 他才欺负不了我呢 他打不过我 只会搞偷袭 以后遇到这种事一定跟妈妈说知道吗 嗯 知道了 妈妈 后面 软软在去道馆果然没有再看到王蓉蓉 转眼间 寒假来了 软软开心得不得了 妈妈 我已经放假了 我们可以去看爷爷了吗 软软想爷爷了 嗯 可是年底爸爸的公司比较忙 我们可能还要等几天才能回去 那好吧 过年前几天 三家人开着两辆房车浩浩荡荡地出发回老家了 四个哥哥带着软软还有大飞坐了一辆车 他们在里面玩飞行骑玩得不易乐乎 哈哈 软软 你又输了 我的运气太差了 怎么老输啊 软软 要运赌服输哦 让我来画个小老虎 明三拿着画笔在软软脸上画了六根小胡子 再加上他脑门上被宁耳画的王子 活脱脱一只小老虎 好了 别在软软脸上画东西了 宁轩连忙拿了湿巾把软软脸上的东西擦掉 一 软软 你耳朵后面有个胎记啊 听到这话 众人纷纷好奇地看过去 软软 你的耳朵后面还真的有一个小胎记 还是桃花形状的 挺好看的呢 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软软摸了摸耳后 我也不记得自己耳朵后面有胎记啊 可能是突然长出来的吧 那不管它了 软软 我们来继续玩吧 好 车怎么不走了 前面堵车了 瞧这样子估计得堵一个小时 车子里有点慢 几个孩子就来到了外边 前面好像是出了车祸哀 软软敏锐地感觉到了一丝阴气 往远处定睛一看 两个阴兵正拴着死去之人的魂魄离开了 那些阴兵一眼就瞧见软软 象气难道是乡门一派的 管他是哪门哪派的 快把这些魂带走吧 省得没抓干净又得挨嘛 明显感觉到软软有些不开心 软软 怎么了 前面车祸死了好多人 生死有命 别难过了 就在这时 软软忽然感觉到一股极其强大的阴气 抬头看去 一个身着黑袍的鬼缓缓走向两个阴兵 是 是鬼匠 人分强弱 鬼也同样 软软只听他爷爷说过有关鬼匠的事 但却从未亲眼见过 你 你要做什么 就 就我 一个阴兵将求助的目光转向软软 那黑袍鬼匠显然也是发现了软软能够看见他的 像是 这么小一只 你觉得他等救你吗 软软紧张地捏着衣角 要是寻常的角色 他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忙 可那是鬼匠啊 连他爷爷都忌惮地存在 他过去也只是送人头 怎么办啊 软软紧张地满头是汗 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战力 下一秒 那黑袍鬼匠就顺移到了他面前 阴寒体质 还有天眼 有趣的女王婉 大黑此时也被吓得不行 壮着胆子狂吹养声就咽了 宁轩他们看不见黑袍匠 但软软的恐惧 他们却能真真实实地感受到 软软软软软 你怎么了 那黑袍匠又看向宁轩 这样体质 有意思 有意思 软软见此连忙挡在宁轩面前 虽然眼中还满是恐惧 但却异常坚定 不许你伤害哥哥 呵呵 小丫头 我会再来找你的 话音刚落 黑袍匠就消失了 软软一屁股瘫坐到地上 软软 你到底哪儿不舒服 哥哥 我没事 这时软软又听到了轮软王的声音 软丫头 今晚点上请神灯 有事商量 等他们到达老家时 已经是晚上了 宝贝软软 爷爷可想死你了 爷爷 软软因为受了惊吓 所以到现在脸色还是很难看 软软是累了吗 爸 今天太晚了 软软应该是累了 让他进屋休息去吧 临睡前 软软按照轮软王的指示 点上了请神灯 梦里轮软王眼底一片乌青 轮软王叔叔 您怎么了 软丫头 我没事 今天那黑袍匠没伤着你吧 没有 他没伤害我 那黑袍匠是前不久从炎店跑出去的 当初我将他捉拿回炎店后 便将他封印于夜火中 没想到几百年过去了 夜火非但没把他烧得魂飞魄散 反而让他滋生了更强的戾气 就在前不久 他不知怎么冲破了封印 逃到了人界 我与他交手时 将他打伤 他为疗伤四处吞噬魂魄 今日我追踪他到此 没想到 他竟缠上了你 可我又不是魂魄 他就算吞了我也没用啊 傻丫头 你这阴寒体质 对他来说可是大补 今日他没吞你 一是因为他现在伤势未愈 吞了你 势必要陷入沉睡 到时候我便可捉拿他 二是因为你还太小 上不成熟 他恐怕是想等你长大呢 楚软软皱着没点点头 我懂了 就跟养猪似的 等养肥了再吃 是吗 也可以这么理解 总之你最近万事小心 要是遇到他 千万不要正面硬刚 嗯 我知道了 好那我先走了 闫店那还得处理一下后事 轮转王叔叔再见